上师恩重于佛恩 上师恩重于佛恩 就是我们修密圣 必须了解的见地 这不是说上师你这人 脸皮很厚 胆子很大 标榜自己 上师恩重于佛恩 这是大圆满前行上面 不是我讲的 为什么呢 你如果没有这个见地 你在修金刚密圣 也不容易弃入 这就是我们要具备的要件 无论你是听闻佛法 或修持佛法 我们都要清楚的认知 传法的上师 他就是三宝 佛法生 他就是三根本 上师本尊空行 他就是佛的三身 法身 报身 化身 这三件 三宝 三根本 佛三身的总集 在这个人身上 而视线 无论你在听闻佛法 或者你在修法 你就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这是一个密圣的行者 他应该有的见地 那上师的身 就是生重 上师的语 是佛法 上师的义 是佛陀 上师的身与义 就是佛法生 三宝中集 上师身体外相 是上师 语言所传达的法 是本尊 上师的义 他的一念 是空行 因此 上师也是上师本尊空行 三根本的总集 就是三根总集 我们常常念 会跟我念到三根总集 就是三根本的总集 三根总集如来上师前 就在讲这个意思 所以很多的仪轨 都在讲到这个基本见地 童修你在念诵仪轨 你不懂也都不问 就一直给他念下去 对不对 那个意思要去了解 了解以后 变成你的见地 你才会跟这个教法融入 你才会契入实相 才会音诵修观 那么上师的身体 外相是化身 所传达的法音 是报身 就是佛的报身 那他的义 就是佛的法身 所以上师是法报化三身的总集 那上师也是过去诸佛的化现 现在诸佛的补处 未来诸佛的泉源 过去诸佛的化现 化身 这个绝对讲得通 任何一位具德上师 你说救给七千法王 我们的祖师 你说他就是诸佛的化现 先不要说他有什么修德正量 也就是他今天能够 视线这个角色 在我们人的生命当中 他视线这个角色 比如说叉佛派的法王 他所领的弘扬佛法的 这个法脉的任务 这就是足以说明 他就是诸佛的化现 因为诸佛的化现 他有百千万亿种 救给七千法王 他是非常典型的一种 对不对 有可能诸佛他也会化现 成一个卖西瓜的人 对不对 卖槟榔的人 用卖槟榔来度众生 一边卖槟榔一边说 不要再吃啊 口腔癌啊 或者这个槟榔上都有加持 那个红灰白灰就是甘露丸啊 专门在那里救人 你怎么想得到 对不对 那已经视线成 三绿一介在身上 讲的都是正信佛法的人 他怎么不是诸佛的化现 他绝对讲得通 所以讲这种道理 就是你要了解佛法去思维 不是说我们一味的吹捧 我们的上师好伟大 所以很多人 你自己修秘法 修得意趣不明 不会讲给别人听 讲得也支支吾吾的 讲得利利落落 人家听到 哇 你这不装真奇怪 对你们上师的 那样竞心 那样信 但是你在说 就是让人家误解 所以人家就不会接受秘法 觉得你们修秘中的 只是迷信 一味追求 那当然就是很可惜 所以在很多的经典 他讲上师是佛 上师是法 上师是僧 所有一切成就的来源 就是上师 上师是俱得金刚尺 俱得了金刚种尺尊 这就是很多的 很多的 像很多的喇嘛来台湾 他们有的读过佛学院 都有这样的基本的教授 无论你的上师 他是一位仁波切 他是一位法王 一个上师 他是再来的转世 诸古 有一个上师 他是堪布 或者你这个上师 他什么样的 这个金刚上师的认证都没有 他只是一位喇嘛 或乃至你的上师 他只是一位瑜伽士 但是 他是你的金刚尺 很多的喇嘛 他们都是这样 都有这样的见地 这一旦你没有要医治他 你要观察他 对不对 互省齐齐 但一旦医治 你就要升起这样 他就是金刚尺 对我们而言 最殊胜的上师 就是本师释迦摩尼佛 但是释迦摩尼佛已经灭盘了 我们没有福报可以亲见 所以既然如此今生就要依靠 与我们有缘的上师 与领受上师的开示 与教授 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听闻佛法 没有办法领悟到佛法的精髓 没有办法依靠正确的修行 达到超越生死大海 证悟涅槃的彼岸 所以在五浊二世这个洪流中 纷纷牢牢的事情 使劲 唯有上师他也无比的悲心 正量 引导我们走上证悟的道路 真正度化有情 这是一个密圣心得的见地 你自己要去解析 你说你是一个会精灵 会计算 很会观察厉害的关系 很重现实很重实物的人 你去想一想 在这样的五浊二世 教主本师释迦牟尼佛进入涅槃 你只能供养礼拜他的像 照片 土坦卡 铜像 或者木雕像 能够让你在生死大海中 听闻佛法得到导引 甚至修正解脱 就是上师 不是你的爸爸妈妈 不是你的校长老师 不是总统 不是市长 也不是你亲爱的老公老婆 所以你要想清楚 所以一个会修行的人 你很精明会打算 对不对 为什么说 当你疏离上师 或者违背上师 或者离弃上师的时候 是你最倒霉的一天 是最大的一天 你可能因为了一个美丽的小姑娘 和英俊的少年郎 离弃上师 你得到跟小姑娘 跟少年郎去 你得到什么 你如果依止上师 你得到什么 你自己去想一想 那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 所以有智慧的人 在菩提道次第广论讲 亲近上师 八种功德利益 道理就是在这边 明天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